或毁辱父母兄弟姊妹眷属 和尚阿舍黎师徒同学 这些都是跟我们有关系的 这些人呢 那个口业就会伤害到我们所认识的 父母兄弟姐妹 还有我们其他的眷属 以及包括佛门的和尚 这个和尚翻成中文就是亲教师 亲自教导我的人 甚至呢他还要毁谤我们的师父 或者是我们的同学等等 另外一个情形 或闻毁佛法生 这个情况在现在这个时候 太普遍了 毁谤三宝的人很多 有如是种种回子 菩萨忍辱不声称慧 世民外人 当菩萨听到这些流言蜚语的时候 听到这些恶言恶语的时候 他能够做到啊 不起心不动念 不分辨不知足 这个回子呢 就是诋毁重伤 所以金刚记里面 教我们大家要砍破 很重要 我们砍破什么呢 无我相 无人相 无众生相 无受者相 连这四相都没有 请问谁来批评你 谁又在听别人批评 对不对 那人家说 他就用手指指着你来 来批评你来 我们就说 那个植物的人根本就不存在 我也不存在 你看这个心 真的是清静道极一出了 因此我们无论是听到别人赞叹 还是毁谤等等 不为之所动 唯有如此 我们的境界 我们的功夫呢 才能够向上提升 千万不能够说 人家夸我们两句 您就得意洋洋 那个尾巴不晓得 升到哪里去了 不晓得跑到哪里 成天去了 那被人家数落两句呢 咬牙切齿 晚上都睡不到觉 生闷气 我们大家有没有 生闷气的时候 恐怕不少吧 大家 有时候我们听别人讲 其实也有一点点道理 虽然说不是完全正确 听听也是有一点的道理 他说什么呢 明天是大年初一 你可不能够骂我 你骂我 今天你第一天都骂我 那我今年能够好运的 被你给 搞叉了 在佛来说 大年初一是好日子 那请问其他的日子 是不是好日子 都是的 时事是好事 事事是好事 人人是好人 你看这个心就怎么样了 它就平了 所以我为大师讲得多好 静远无好丑 好丑起于心 我们听到别人 说我们不好听的话 那怎么旁边的人 听到同样的话 他没什么感觉呢 他不把另外一个人 说的话放在心上 我们放在心上 我们着相了 所以我们就 物以为真 所以这个第二种人 菩萨修忍辱 他遇到种种外面 不好的情况的时候 他受得了 再看第三个 云和明菩萨法人 佛语诸经说为妙意 诸法极净 诸法极灭如涅槃相 当菩萨听到这样的 事实真相的时候 他们能够反映出 不经不布的态度 的的确确 我们看大圣经典 有时候里面讲的一些道理 特别深 我们不懂 文字看得懂 但是里面的意思不明了 为什么我们不清楚呢 因为我们的心还不够清净 心还不够平等 等到哪一天呢 心静到极出 定到极出 这些诸法实相 自自然然就见得了 像弥勒菩萨所讲的一个真相 一谈指 三十二亿百千念 念念成行 行皆有实 人家都已经说出来了 这个情况就发生在当下 我们见到的没有呢 我们听到的没有呢 没有 我们没有见到 没有听到 不等于别人 不知道 八地以上的菩萨 就能够看到这一个生灭象 相似相续的假象 他看到之后呢 晓得这个凡是有像 的的确确都是妄想 他们就能够保持内心 不生不灭 那个涅槃就是指的 不生不灭 其实我们讲 这个一切万象的变化 速度这么快 您说他生 出生吗 其实他当时就怎么样呢 他就灭了 说他灭呢 他又很快地冒出来 几乎是同时 《论言经》上讲得非常正确 当处出生 随处灭尽 像这些事实经像 佛在讲般若的时候 讲得非常明了 他讲这些事实 说了多少年呢 22年 所以您看的大圣经 不得不佩服佛 智慧太高了 太大 太圆满了 这是我们应该要好好学习的 因为他老人家的智慧 达到圆满 所以佛所说的话 都是真的 《金刚经》里面评论 诸佛如来 他们是真语者 识语者 如语者 不妄语者 还有不狂语者 因此能够相信 佛在经上所说的话的人 那是最有福报的人 也是最有智慧的人 所以多读波尔布的经典 能够帮助我们放得下 有一部短经 大家应该都会背了 因为它文字不多 260个字 波尔辛经嘛 里面就提到一个事实 色即是空 空即是色 色不亦空 空不亦色 色就是物质现象 这个物质现象 跟真如本性是一不是二 所有物质现象 全都是从 真如本性里面 变现出来的 所以我们对于外面经济 不能够太当真 因为一切现象 全是从心享受 你想外面的环境好 怎么办呢 抓住要点 就是修我们的真心 就好了 那怎么修法呢 这金山也讲 佛事门中 一法不利 你看 这真的达到了 纯真无望 讲到自正的功夫 就是一法不利 干干净净 没有什么想法 没有什么 执着分别在心里面 那对待众生呢 一法不舍 对待任何众生 他是从来没有舍弃 放弃的 随缘 就要度这个众生 一直把他度了什么时候呢 度了他成佛 佛才放手 他逼了吗 他逼了吗 对待众生 对待众生 都要求你 对待众生